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,今年最火红的泰片把哥哥退货可以吗?集合泰国人气影帝桑尼苏关门坦诺,三枚,国民女神乌拉萨亚斯帕邦德,维尔,偶像男团RPM尼昆,尼克肯,三位黄金卡斯,在当地热映,票房超越神片模范声。 台湾片商今宣布三位主演及导演维塔亚东于扬,将于7月10日来台参加记者会及影迷见面会,合体为新片宣传。 而演员也全都是一时之选。 魁为六年主演电影的尼昆说,我觉得能把来自不同领域的我们凑在一起十分难得,我是歌手,桑尼养电影,维尔养电视剧,但我们戏里戏外都合作得非常愉快,我也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演戏的技巧。 导演更大赞,我很高兴能找到这么棒的剧组,他们完全化身为剧中角色,彼此对戏时蹦出的火花魅力和戏剧张力,是剧本写不出来的。 把哥哥退货可以吗?7月20日全台上映,泰国国民女神乌拉萨亚斯派邦德·佐和RPM尼昆合作把哥哥退货可以吗?两人将来台宣传。 Catchplay提供,泰国人气影帝桑尼苏关门塔诺在把哥哥退货可以吗?饰演废柴哥。 Catchplay提供。 Catchplay提供。